検査部有夠要修正這個中國汽車買賣的 典型化的客戶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新的規定 可能這個買賣已經 讓上高一了 這個中國車上 可能也是要為到這台車的 一些要不發現的車方來輔助 我會跟這人說 這可能的營機買賣的結婚 路邊百幾百的中國車 等待人來買 検査部這個月日子 他又修正中國車買賣典型化的客戶 路上正常不能記載 拜託貼車是 反正到車的時候 沒辦法發現的問題 但報的這件事 那就是買賣完成後 車如果受問題 可能要是要由中國車的車上來輔助 沒有這個負責任 要維修好 不要把這個爛攤子丟給消費者 經濟保障約束回應說 幾個月日子已過 第六十天會定順 跟收集各界的意見 也要開上官機關跟專家 合者的策案跟相會議來討論 現在才對國內行定型化客戶 條款的審査 行政儀小部署也有一套標準 只要是任何的定型化契約條款 都一定要符合不能夠將這個風險 藉由條款的方式轉嫁給消費者承擔 或者是藉由條款的方式 讓我們的消費者負擔更不利益的情形 有中國車的車上認為說 這樣可能會衝擊到成本 自車上的市場大型是不改到 最近的強行就要關一門的情形 小部署副處長擔心紅水便說 人口消費性定型化客戶的條款 都要符合相方平定後悔的關節 內容裡面比較有正義的問題 但保障管理者人 民法和小部署都會比較規定 希望經濟部可以好好跟外界協調和水平 記者 綜合報道